Hello 大家好 來到起機碼的環節 講明天的起機碼 我選了一場我覺得挺好玩的第九場 三班千二 我先說明 我貼黃寶來的實力派 如果你們經過時間寶的血滴教訓 很怕黃寶來的,你不要看下去 但如果你對我做了一絲信念 你可以聽我說,然後決定買不買 但你不相信黃寶來的,不要緊 你信不信得過我 你可以再聽聽 聽不到可以買的 但我計算一下形勢 其實這場馬應該是不錯的 這場馬,你看到這麼多顏色 為甚麼 這場馬可以分為三批馬 一批是未跑過的PP 一批是舊馬 一批是同場上次 在10月13日 094遙保那場的頭四名 再出來跑 其實是這三批馬 我看完,我發覺 PP初出的那堆 真的很嚴殘 真的說嚴殘,我看了很久 我游他的閘 接著試跑 其實很少可能是風在喜事 或者那隻游游乾坤 但不太短 又是容天盤 即是買不下手的初出 然後王志雲跑 希斯的PP初出 好像不太對路 所以那些初出PP 我就不太簡單上手 做一隻健無情 就是游泳 還不足 很山梳 這一批是一般的 然後原本 上次10月13日 對過094的批 其實有些問題 我做馬 一會兒會逐一隻 變相呢 除了可運好一點之外 其他我也覺得 真的不容易贏 只剩下 最後一批 就是1274 即首到齊來實力派 風雲武士鐵金剛 這四隻 就是新侵入來的舊馬 我覺得這一批馬 有一隻要留意 所以我就選這一場 不過 麻煩大家 記得先幫幫忙 很簡單 輕而易舉 對你們來說就是 點贊 先給LIKE 還有分享給你多些 賭馬的朋友看我的影片 我希望多些人看到 還有多些LIKE 多些comment 多些留言 你留言 留個心心都可以的 主要多些留言 多些LIKE 你們看長小的一條片 都對我的影片的 感覺數是有幫助 YouTube就會 那些AI看到的 有多LIKE 有多comment 就會分享給多些 未看過的頻道的朋友 看的 就是在授業上 所以希望大家幫忙 OK 麻煩 好 這場第九場 我覺得 094 10月13個場 其實你說 耀寶贏了 但耀寶贏的那場馬 我今天就說 前面的報速 寫得很快 然後這隻 很難留 有些急的馬 再加上 這隻馬本身 你看到上次一打邊就樹尾 一打邊就樹尾 那場重要是 小馬場合快的報速 拉鬆了馬群 那場也很好衝 所以就輕鬆贏 但實際上 這場馬是14隻馬 出門額的 這些馬 我看見它在一隻奴賽 落地跑的第一局 在馬上有些衛群的隻馬 有些片 在馬上衝 多馬包著的時候 然後 報速不就的時候 會有些鬥口 試襲 其實也是 這隻馬 這一貨襲 他在賽前試過的貨襲 在賽前的貨襲 前面已經是拉得快的 前面 報速很快 但是 都留得挺辛苦的 進到直屋又不轉腳 其實這些馬 不是說沒有質 質素一定很高 不是三巴馬 不過 他的 心智未成熟 容易出錯 上鋪就快報速 小馬 拉鬆 他很好衝 今次 又要搏他七檔穩位 起步一整晚 然後又多馬 我覺得 這些 上次有飛到馬 而已 今次就沒有了形勢 所以要補得一般 如果你說 上一組馬 要抽回的 動就升了 風山水都跑了 唯獨那隻 河好運 叫做 希威森曼那一閘 然後一隻馬 沿途在路上 被動就升了 蓋著跑 他又真的跑不順 所以你說 這一組馬 如果你要勉強去抽一隻 我自己相信 河好運 比較多 起碼之後 他再跑一場 是 班德是跑 走規就順了 和和包裝天象串 起碼多一場 我覺得那種馬 可運好像好一點 但我寧願搏 剩下的第三勢力 就是 新侵入來的舊馬 一號搜到齊來 二號實力派 風雲武士和鐵金剛 我選一隻來搏 封面是賀言 我搏一隻 要的實力派 首先我要提一下時間寶 跟時間寶有什麼分別呢 就是在於時間寶 他下場跑 第一 不太抓 賽前的試跑 其實我硬 就覺得 主觀相信他應該千四好 減我綁藝去 還是抓不住 最後一件事 最要命的是什麼 媽媽閘 那就是拿你命三千 寶妮小姐 那次跑法 這隻不一樣的 就是在於 他親自試過兩火雜 那兩火雜都是快雜 那就安心一點 這隻馬呢 論馬 我想大家都喜歡 為何賀言用黃寶妮呢 其實無計可思 在我心目中 這隻馬 如果不用減10磅的 寶妮小姐 基本上 他沒有什麼機會贏 因為分數很盡 129磅 130磅 或者樓上 這馬怎麼贏 7歲已經 評分身高 所以他一定要用減榜的騎士 就用自己徒弟 由於這些馬 分數很盡 所以一定要趁著 弱弱地組的賽事 他才有機 不如先看這兩課集 你看一個出閘 三檔實力派 第一隻彈出來 很順利 放到頭 然後看這課集 第二課集 七檔王寶妮 實力派 兩課集都是去試的 這課集 起步 留意 這課集 白帽 又是第一隻大帽 幸好試過兩次的實力派 雖然這馬長堆重化粗 但是 起碼 兩課集他想去試 有何賢 師傅想去試 兩課集出閘都順利 真的很快 第一隻彈出來 兩課集都 我會安心一點 不用怕晚閘 如果要求王寶妮 用巴道的跑法 樓後追 那真的可以吃了 不可能的 所以 你看賀賢在想 這隻馬可以 減分離很長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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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趁著我 擁浪 不如回到 賀賢 我覺得 賀賢就是 這隻馬 如果留後 真的蠻分 一定要放前些 首三四位 以前 試過潘頓 或者王志雲 全程網空手 放前 沒問題 王志雲也可以 這隻馬 我看一看你們 在三班千四前跪 這隻馬 全程網空手 三 蝶王志雲 賞名 入Q的 言歸正傳 這隻馬 如果你真的要 搏 王寶妮 一點 就要 增加他的前速 索性 給他回到夠 在重化回 搏 搏 頭有新鮮金 就是搏 他 提升前速 起步夠快 手前一點 我覺得賀賢是這樣的想法 而真的比他這麼幸運 撞到一組弱組 這組我只是說三個勢力 要是搏要補上次的鋪 要補上次的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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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星尾很難贏 風山水就太多傷患了 只要搏賀銘連10倍 這個人還沒開 其實他和王寶妮沒有分別 其實在我心目中 人家王寶妮都開了 是不是才有10鋪減 弱組 然後PP還沒得 舊馬好像一般 澳門馬 其實 那隻1 不過好像不是很怕翻 上次超失望 金剛也是有些傷患 那好像得到他 叫做第三勢力 可以搏一下他侵入 搏搏 而真是回舊 新鮮感 你搏他 兩次都出閘夠爽 尤其是第二課集 時間做得很快 前課又快 那課集真的試得很快 我見到王寶妮 出閘就順 然後彎位 直路拿平衡 幫他轉腳 我希望老場跑也OK 要不然他跑哪有9倍 大家都怕他 又外檔 另外一邊箱 我上次說時間寶 就猜錯我的形勢 我猜不到王隱寬星 那隻馬 夠快 頂牙一份 而勇共群英 又不讓他賣 自己放 這件事我猜錯了 結果時間寶的形勢 不太好 那我再反思 今次猜的形勢也要小心一點 不要太過 我想他贏 想到他能賣到難的 每個人都給他賣 不要這樣 太過主觀 累死自己 累買你們 這場的形勢又如何 其實九檔 我每個數 一檔動 一檔動 七八位 留著衝 居中 不會跟前搜到放頭馬 後面的位置 二檔那隻 有機會擺前 可運 應該是在黃金包箱 三檔那隻 就是 公安沒事 他應該都是居中 因為有1200 他試過幾次晚閘 這麼貴 經常都晚閘 要縮情 我猜他拍了一個聖 居中 四檔那隻 就是 鐵金剛 又是居中留後 公在起時外地 留後跑 跑長一點的馬 我猜他頭段不太快 試閘就勉強放在三四位 但入到直路 所以 我猜他會留後一點跑 然後 六檔 直方 輕功晚藍 八檔 非凡豪傑 七檔 那隻 慢閘開的妖寶 還有 都是 留著衝的 上次都是留後跑 所以你說 小派在七十順利 你有得前面那兩隻 輕功晚藍 和非凡豪傑 有些厚的放頭馬 在外地也是放頭跑的馬 就拉不住了 然後 拉散馬裙 外面有一隻 就是手道齊來 幫忙一起拉散 拉鬆一點 那些馬是很柔軟一點 而且 還能夠接近二碟 他能夠接近 而我覺得只有可運 裡面比較快一點 其他馬也是有很多熟程 頭段沒有什麼前速租 給你看 就 拼 拉鬆 而裡面 類似跑法的馬不多 拼了一些二碟四五位 如果能夠接近這位 我覺得很好跑 那麼 難得這些馬的分數這麼盡 你有個十磅減 又遇到弱組 然後形勢又實際上不太差 然後 賀然那些招數 重化回回回回回回回 就是 燈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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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道跳 嘗試一下 就 拼了一招 我拼了一招 不行 就 等他減馬分 所以這次 嘗試一隻 實在拍 希望他解決 OK 買少許 你怕他不買少許 相信我就猜對這個形勢 好 那這段影片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的收看 祝大家明天星期六好運 有多條影片 今晚是看看 神粗報料還是起機 我在想 想到 就拍完 就出 OK 今晚留意我的YouTube Channel